上礼拜在洛杉矶有一辆有尔湾加大中国留学生驾驶的白色BMW 当时它是以速度超过100英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奔驰 而且还跟警方展开了40分钟的飞车追逐站 最后呢警方是不得不用撞车围堵的方式来强行拦截 逮捕车上两男一女 不过这起事件也震惊了华人社区 我们现在就扣过电话连线给自身的刑事律师邓宏 请他来告诉我们目前整个案情的最新发展 邓律师您好 你好 主播您好 这个案子的话引起罗杭基很多的震动 所以在上个礼拜四晚上 这个18岁光满18岁的中国留学生周远的话被逮捕 而指控的罪名的话是属于重罪的罪名指控 好 那律师不好意思 那我们想再问一下 就是当时这个驾驶哦 据说是被逮捕之后他开口第一句话 竟然是说你警察你这样抓我是不是违反了我的人权呢 那这句话让人听得好像有点傻眼 就问题来了 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国跟美国对于这个违反交通规则上 其实观念上是有很大的落差呢 对 当然的话尤其是这个留学生光来美国不久 他哪开的车子是属于宝马车750是非常豪华型的车子 当时警察追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的话是是不是这个人是逃犯 因为犯了其他重罪怕警察的逮捕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开车的人是不是被夹齿的被绑架了 以后开的车所有警察追了40分钟停下来 原来是这个中留学生 没想到第一个觉得的话警察捧什么理由抓我呢 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落差 在很多留学生里面的话 尤其来自中国大陆 目前的话在美国有20万的留学生在美国留学 大部分来的这边的话都是8% 90% 都是中长阶级的家庭送的小孩子过来 但是有小部分的话是家人的话是可以说是有点经济基础 所以这留学生的话 他在他眼里边这个警察捧什么理由抓我呢 我只开快车而已 我不停而已 但是在加州的话 加州刑法2008.1就规定 如果是因为警察南米下南米不停的话 他可以面临16个月到3年的刑罚 那对他来说我在国内 我爸爸有关系 我就将这个事情摆平 或者是警察就是做人先告状了方法 先下手为强 我告诉警察 说不定了警察可以将案子撤销掉 但是其实在美国的话 不管你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样子的 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所以这一点观念的话 这个学生是没有意识到的 是最后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律师 您刚刚讲说非常多的这个大陆留学生 现在会来到美国 而您刚刚也特别说 有很多这个富二代 他们在美国是开一些比较名贵的轿车 不过好像这个超速违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那么其实这是不是也显示出 有非常多的这个大陆留学生 他们对于这个美国的法律好像有一点欠缺一些尝试 那么一来如果他们不自我警惕的话 律师您觉得他们恐怕会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呢 律师 对不单止他们会受影响 我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受影响 因为我们在电视一看的话 哦原来白土是个中国中国中国学生 以后这种的话 不管在这边长大的 或者台湾来的 还是是哪里来的 以中国的话 大家感觉到哦 你是富二代 有钱的 而不遵守法规的 所以这一类的话 引起很大的一个 隐忧的话就是 这些留学生 他们年纪太小了 父母将他们留到海外去 以后父母在心边的话 他们常常会闯祸的话 醉酒驾车也好 撞车逃跑也好 这一类的话都会引发形式问题 不单止他们学习会受影响 身份会受影响 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华人的形象 所以的话我们常常提醒父母的话 将其孩子送到美国来的话 一定的确实 确定了他们在成绩上过的关 英文过的关 最重要的话 能够学会怎么管理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